由 KTSF 26 台及東華醫院聯合製作的《聚焦東華》 由東華醫院特約贊助播出 歡迎大家收看《聚焦東華》 今天我們會繼續和大家走訪東華醫院的各部門 以及和員工聊天 繼續深入認識東華醫院 根據美國疾病及院防中心 在2015年所做的調查顯示 美國人肥胖的情況持續 全美大概有36%的肥胖人口 而女性情況優惠嚴重 比重達到38.3% 略高於男性的34.3% 在2014年 全美所有州的肥胖率都高於20% 而在阿肯色州、麥西西比州 以及西維珍尼亞州 比率更加超過35% 肥胖率最高的族裔分別為 非拉美裔的黑人佔47.8% 拉美裔佔42.5% 非拉美裔的白人佔32.6% 數據還顯示 美國每年因為肥胖導致的疾病上 所花費的醫療費用 大約為1億4700萬 而預計每年都有大約 11萬2000人死於與肥胖有關的症狀 因此民眾必須引起別要的警惕 上次的節目時間 Dorina帶大家看了一些病房 Horway等地方 都是她部門負責的 其實她部門還做些甚麼呢 今天再給大家看看 很多人都覺得 醫院其實無論你怎樣消毒 都應該是很多病菌 進去那些媽媽的小孩子 其實你們每天都用消毒水洗過那些地方 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來說 其實你覺得消毒過之後 其實是有多乾淨的 是很乾淨的 我的同事都說過 他們洗乾淨的地方之後 他們用手摸完摸上臉也可以 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廁所 是廁所 他們都是這樣說的 有沒有人真的試過 其中一個同事有試過給我看 所以我是很相信 你真的摸到廁所裡 不是裡面 就是外面清潔乾淨 所以她就說 我可以摸到臉上也沒問題 所以我是很相信我的同事 好的 好 我們又看看其他地方 好 Dorina帶我來到東華醫院的後巷 現在大家看到這裡那麼多垃圾棟 就知道他們處理垃圾的地方 Dorina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這裡 那麼多垃圾棟 這裡每天我的同事都會放垃圾 所有垃圾分類了 有藍色的就是清潔的 然後這些普通的垃圾 還有一些圓圓的 還有將一些醫療垃圾分開了 是另外分開來擺放的 所以醫療垃圾就不是放在這裡了 不是放在這裡 對 一定是用房間擺放的 我看現在這裡也有很多垃圾 現在大概就是下午的兩點左右 那麼多垃圾 什麼時候有人倒一遲呢 每一天早上 我們垃圾公司就會 五點到六點之間 他們會收好所有垃圾 連星期六天他們也會收到 現在五點到五點之間 他們現在還未夠十個小時 已經堆積了那麼多垃圾 在這裡 其實每一天東華醫院 都有很多垃圾要處理 要處理 我們部門都非常忙 很忙的 好 我們去其他地方看看 好 Dorina 是 你帶到我來這裡 就是叫做白蘭之道 就是在東華醫院隔離這條行 是 那為什麼會帶我來這裡 其實有關你們的事 是嗎 是 這裡有關我們的事 我們每一天都要找同事 在這裡清潔了整條 從外面一邊抹乾淨來到這裡 所以有很多垃圾 風大的時候吹了很多垃圾 所以我們每一天都有人做 其實白蘭之道 屬於東華醫院的化園傳染 是 其中一 對 這條路是我們已經買了的 除了這裡之外 前面的地方 聽說你們也要負責 對 前面那裡也有一條垃圾 將會有一條垃圾 那裡也是關我們事的 即是那裡有很多善長 人用的名字在砍出來的垃圾 對 還有那條垃圾 那個位置每天都要有人清潔 對 每一天都要有人清潔 每天要安排人清潔 這裡白蘭之道 還有外面的地方 那裡是被人坐的 那他們坐完之後 有時候會放下一點垃圾 那我們就要清潔 其實我也是一個好事 雖然很多人都說 這些人坐在這裡 阻礙地方的東西 我都不是 我們放在地方 那裡也是服務環社區 讓華人在這裡 有一個聚腳點 也是一個好事 很多人在這裡約了 來這裡一起見面 是的 果然的確是一個非常繁忙的部門 謝謝Dorina 你今天帶我們 認識了你們的工作範圍 也知道原來東華院的確是一個非常乾淨的地方 是 謝謝Dorina 謝謝Camin 認識 如果 אל健康 就不收對 這是 我們